说到希腊 你会想到什么 是浪漫的爱琴海 还是瑰丽的古希腊神话 本期节目我们将专访一位中西文化的交流音乐人 乐行 带你领略中西文化的共通与魅力 我们是做中国和希腊的文化交流 那么文化交流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泛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具体来说我们做两个行业 一个是音乐行业 我们有一个音乐厂牌 然后我们同时还做旅行行业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希腊旅行进行公司 所以我们是以音乐和旅行为一个核心来做 其实我去希腊是公司教动 我之前一直在一家丹麦的航运公司工作 所以之前在北京 在上海 在丹麦 在希腊 都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所以我去希腊的时候是因为公司当时也是跟我说 就雅里那边有一个职位 你感不感兴趣 那我就说可以去看一看 我从来没有去过希腊 如果不是那一次可能我永远也不会去希腊去生活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然后我想雅典是一个我们都觉得很美好的一个城市 但从来没有去过 我都没有见过什么样 我就想那就去雅典去生活一段时间 工作一段时间 所以去希腊 乐行 他的身上融合了实干的激情 与艺术家丰富的精神世界 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出众的音乐才华 因为我在丹麦工作的时候 然后经常被丹麦人就问起来很多关于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问题 他们觉得你是中国人 这些东西都应该懂 你自己的文化嘛 但当时我就发现我什么都不懂 我也不会说法 我也不会武术 我也不会音乐 是吧 我当时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除了会说中国话 我就写中国字 我长得中国人的样子 我有中国的护照 我其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不懂中国的城市文化的东西 而且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八年后九年后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回北京之后就是想去补传统文化这一课 它不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没有机会学到而已 所以当我回到北京之后 我就努力的去宣传 然后后来这一次就是非常偶然的 在北京的武道人胡同当时有一个洞窍讲座 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信息了 然后就跑过去 就这样站着听了一晚上 就那一晚上就给我打开了城市文化这个打法 首先是打开洞窍这个打法 因为它的音乐 它的那个 它蕴含的文化 包括说它给我 尤其是给我带来的共鸣 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努力的开始去洞窍 但是由洞窍开始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学习中医 学习太极 学习茶道 学习很多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各个东西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特点就是它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的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就是以洞窍为核心 同时呢 去广泛地学习传统文化的各个人 一个希腊的旅行家 就是我一直是个很矛盾的一个人 我一直喜欢的就是东西就是很跨界的 我又喜欢拉丁 又喜欢洞窍 但我在一个外体工作的时候呢 同时我又会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很多东西它在我身上确实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冲突 但是呢 在我看来就是 其实中国的文化里面已经有这个答案了 就是万事万物它都是阴阳相和 它都是应该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那么我更喜欢那个词叫平衡 因为当我们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既是现代的 又是传统的 我们既是中国的 又是世界的 那么当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外面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但是当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自己的根本的传统文化 所以这些在我身上 你可以说像矛盾 但就像我们学哲学的时候 说矛盾是无处不存在的 那么在我的身上其实这也是体现出来 就是当我在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都希望它是一个虎的 因为它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矛盾的东西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互补的 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它这些东西对我们 对我自己本身来说都是很有用的 而且是塑造我一个完整人格的一个部分吧 所以这些呢综合起来 真的可以说希腊是我的第二股像 就相比中国而已 中国当然是我的第一股像 中国和希腊对于我来说 特别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中国是我的根本 就是包括当我在丹麦工作的时候 包括在很多地方工作的时候 我都一直记得的 就是说中国是我最终一定要活到的地方 这正是我在辞职去全职去做无间文化的时候 我的一个给自己立下的一个愿景 就是我通过一个全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方式 去把文化交流真正的做好 因为我在我心里我是把公益和文化 公益和商业是区分的非常轻的 我2012年在上海创立了上海的一个传统文化公益组织 叫玉兰草堂 那个是个纯公益的 我们当时从我一个人开始到最后九个 九个人的一个团队 每个人都是兼职的 每个人都有制度的本职工作 每个人有比如说设计师有做IT的 有叫我做航运的 还有本来就是音乐家等等 大家在一块 然后成功一去做 每个人都没有任何收入 大家做得特别开心 而在上海年轻人里面传播了很多中国的文化 我一直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自豪 真的是这样 尤其是我以我们有这么灿烂文化为自豪 而且我甚至觉得我现在还有 其实我特别庆幸当初我突然取了物了 或者在丹门的时候受刺激了 然后想去想到要去学习传统文化 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去学习传统文化 现在的我也不是现在的 肯定是我还是会完全不一样的 对 当然希腊对我来说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发展 它给了我另外一种事业 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 所以说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现在多了 那希腊可以成为我第二红相当现在 就我对他们的理解程度 包括说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 跟他们的相关程度 包括说就像我有很多希腊朋友 在他那边他们都说 真的能够感受到你对于希腊的爱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 历史底蕴深厚 有着独特的文化和迷人的神话故事 历史痕迹 镇刻在希腊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国度拥有着多样化的景观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艺术家 过去几年来 希腊迎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然而在中国 希腊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国家 大众旅游的发展 使很多游客得以寻访希腊标志性景点 然而中西文化交流使者月行却说 这片土地真正的灵魂却还无人问津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在走出去 但是一直以来 我觉得这种文化的交流 起码在我们在希腊和在欧洲看到的 还是在一个很粗浅的一个层面 它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把文化 走到当地人的 当地社会他们的心里 比如举个例子 像我们跟欧洲很多一些朋友聊到 小天天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听过很多中国音乐家的演出 但是我就说 那你听过哪些中国音乐 他就演出呢 不知道 一个名字都说不上来 那么而我也跟我们一些国内的音乐家朋友们聊过天 他们比如说某些音乐团呢 然后他们出去巡演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在那儿演出 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这个城市 更加不可能有时间去跟当地的音乐家 艺术家去进行交流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 在一个文化交流中 不应该出现的一种情况 起码我是这么认为 希腊文化在中国其实是一个 很尴尬的一个现状 我应该这么讲 虽然说吧 希腊和中国现在都是世界上 仅存的两个文明和国 我们中国人也都知道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 但是呢 事实就是 我们大部分中国人 对于希腊的了解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小时候看过希腊神话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 但他们写过什么 他们说过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 那么希腊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甚至当我在希腊的时候 我看到了很多 包括我很多朋友都问了 我很多一些关于希腊的问题 其实我都发现里面充满了偏见 比如说希腊人很懒 希腊福利非常高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假的 这些都是错的 那么就是说 希腊现在 希腊文化 在中国的一个现状就是 大家不了解 真的不了解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向西方去学习 去探索的时候 我们竟然不了解 一个西方文明起源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要知道当年欧洲文艺复兴 它复兴的是什么 就是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明 所以说 现在从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的文化里面充满了 关于来自于希腊的元素 但是当我们在学习希腊文明的时候 我们竟然忽略掉了一个希腊文明 所以我们对于希腊文化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好像当我在欧洲 在希腊生活 包括之前在丹麦生活的时候 我都会和当地人有很多充分的这种交流的沟通 我才能去了解他们 他们才会了解我 他们会记住我的名字 会记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在我做这些中国和希腊文化交流 音乐交流 等等这些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发心就是 我希望他们是一个充分的深度的 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沟通 简单来说 我是希望能把我们在希腊 还认识到希腊的各种好的方面 包括他们我们画他们的各种东西 包括他们的人 都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们 因为这种 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文明 那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去了解 甚至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我们尤其是像中国 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包括整个国家 我们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父亲 我们都在努力的去学习文化 那么这种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也向另外一个古老文明 去学习的 他们因为希腊他们真的是 几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沉淀 一直没有断过 他们一直传扬到现在 在希腊人身上 我看到了非常深的艺术地域 包括普通人 包括他们的小孩子 那这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代人真的可以去学习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回到国内之后 我就会想很多 包括我在这边 就是发起了希腊图书馆这个项目 就是希望我们希腊图书馆 这个项目就相当于是一个 希腊文化的中国的一个窗口 我们希望通过这窗口 让更多的中国人去知道希腊文化 去了解希腊文化 了解现在的真实的一个希腊人 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我想回来的一个原因吧 月行总强调 希腊是艺术的国度 无论是在希腊的任何角落 都别忘了跟身边的艺术家聊会儿 希腊数千年的文明 从远古的神话积淀 到如今的遗址 人情味越来越浓厚 月行眼里的希腊 与大多数游客眼里的希腊 是不一样的 这源于他在希腊生活期间 对于希腊社会的体察 与希腊人无数次的交流 以及由此萌生的对希腊的爱 正如希腊图书馆 并不只是学习 希腊历史文化的地方 同时也是去希腊旅行的起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 每一次旅行都让人祸以良多 人们能够投入足够的时间 慢慢把自己进入进一个 国家所赋予的深度体验中 对于希腊人无数次的交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